请大家上完这个课程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我们11号会去吃饭 吃完饭会来上课 最后一天把那个心得 写一篇你的上课的心得给我 好不好 上课的心得非常的简单 那么就是你要写几个字都 fine都可以 上课的心得 因为我到不同的神学院地区去教的时候 正式上课我都会请同工们 或者弟兄姐妹你们写一个心得 通常我都会这样子 没有教的就没有饭吃 是先吃完饭再教 先恩典 后审判 后清算 Depends Unlimit 好不好 这样子 好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在这里 何等的欢喜快乐 一同来学习 谢谢主 我们越学习越觉得 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不够 我们越学习 我们越知道 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 好好的来扎根 因为这都是关乎到 我们在教会当中的牧养 求你施恩 让我们不只是新约 更是在旧约的当中 我们将这个部分 一起的扎下美好的基础 谢谢耶稣的恩典 我们求你来祝福这个课程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那么我们看 立位纪十五章 很快的来看一下 立位纪十五章 通常我们叫做 生理卫生的一章 那么生理的卫生 就是指的 这个性的 性病之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卫生条例 来我们看十五章 第一节第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你们小育以色列人说 人如果身患漏症 他要因这个漏症不结 那么他患漏症 无论是下流的 是止住的 都是不结的 他所躺过的床都不结净 所做的物也为不结净 凡摩那个床 必不结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那做患漏症之人 所做之物 必不结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你会发现 这边讲到漏症 这个是不结 为什么 这些漏症是属于一种 会传染的 一种的病 比如说灵病 对不对 这些的 生殖器官的这些的病 你需要特别的去注意了 好 那么这就是在 立位纪十五章里面 就讲到生理卫生的 这个疾病 好 那弟兄姐妹 你就了解到 上帝爱以色列人 要以色列人 在这个部分 要特别的谨慎 好 那么我们看十五章 请大家一同看 第十八节 十八节 我到不同地区去教导 有一年到了河南 那么这些农村的传道人 都很保守的 上课不敢提 下课就把我抓到一边 就想问我这个问题 但是又不敢开口 好不容易有个弟兄开口了 我听得哈哈大笑 原来他们问我说 立位纪十五章十八节 若男女交合 两人必不洁净 到晚上 必要用水洗澡 他说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不圣洁 上帝不喜欢 我说你看错这个经文了 所谓的不洁净 他只是告诉你 要用水去清洗 因为这样的话会比较卫生 他的教导是这个 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 你们若是回到你们自己的地区 如果是有在农村的 中国的农村 如果是南方还好 因为常常洗澡 北方的人洗澡比较少 对 北方人是这样 特别到了东北冬天 大概也不太怎么洗澡 你们也知道 一起就是到大澡堂去洗了 加上戳背 中国的农村 越偏僻的地区 越缺水的地方 妇女得的一种的病 非常普遍 就是子宫癌 子宫癌非常普遍的 那么为什么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因为那个做丈夫的 从来都不太洗澡 这就会有传染 那我在一些地区去培训 因为我自己不能洗澡嘛 10天嘛 农村不是那么方便的 我问那些同工们 你们洗了没有 他说我们洗了 我说你们在哪里洗 他说我们在稻田上洗的 卖田 不算稻田 卖田 什么洗呢 有水嘛 就把手洗一洗 脚洗一洗 脸弄一弄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讲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 上床睡觉之前 通常是怎么样 一盆水 我讲过去 过去的老房子是没有洗澡间的 洗澡房是没有的 中国农村就是这样 老房子是没有的 大家都同意我讲的吧 因为你们很多国内出来 知道我在讲什么 新的房子当然都有洗澡 这个都是非常好 现在很进步了 这个不是问题 我是讲的老一辈 他们那时候的环境 一直留下来的 那你想想看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 就是睡觉之前一盆水 洗脸洗手洗脚 对不对 最后热水就泡泡脚 很舒服就睡觉了 反正是衣服包的都不洗 漏在外面的都洗了 所以这个就是产生 中国有大澡堂的来源 懂了是吧 因为中国的家庭是没有洗澡间的 所以我到一些农村去 想洗澡 他们说这样 我们拿那个塑胶布 找四个弟兄给你 四个弟兄一边给你沾一个 给你弄热水 你在里面洗 我说不必了 我说这样子太危险了 我以前服事常常这样子 所以我都进香港进大陆 香港去的不下三十趟 我不伟大 神的恩典 我不是伟大的问题 而是神的恩典 我说是神的恩典是对 因为我到第二年 其实我也有征战 第二年我想我已经去了 四次五次了 应该可以不要去了吧 这么多牧师干嘛 每次都是我去 所以我说后来 真是耶稣帮助我 我到农村 第一个厕所 你们就知道了 很难过关的 然后吃的又很难过关 那么反正除了上课 最高兴以外 下的课难处比讲圣经还大 那怎么办呢 叫上海的同工跟我去农村 他们都不去 就把我恶毒伤害 我说你本地人都不去 我还国外来的 结果神就感动我 拿撒勒人耶稣 如果不是拿撒勒人耶稣 我跟你讲 我大陆我不要去的 按着我的肉体来讲 我干嘛去啊 我全世界这么多好国家 我不去啊 对不对 我在农村就去了五年 拿撒勒人耶稣 我们的主是农村人 拿撒勒 小村庄人 我是靠着耶稣过关 你以为靠我 对不对 靠我们 我跟你讲 我们都有选择的嘛 我去香港最好了 dancing最爱吃 对不对 我去你们不在 不然一定找你们出来吃dancing 后来我到瑞士去服事 我去瑞士大概不下也个 我看也有个二十趟吧 他们教会请我去幕会 我说我不来 气得半死 全教会写了一个签名的 张牧师你一定要来我们瑞士教会幕会 我说不要 他说人家都想来 我们不接受 你是全教会都要你来 你不来 我说我来 没意思 因为你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太忙 我不能陪你们养老 我不是这种牧师 我不会来的 我说我来过来看看你们 讲讲道 讲完我就走人了 我不会来 你放心 也不要指望我 就是这样 没有意思嘛 因为你去那边干嘛 礼拜一到礼拜五 他们也都是各忙各的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神的恩典 如果是靠着神的恩典 你不可能在那个环境当中过关的 都是要靠着耶稣 所以这个十五章的当中 你注意就看 十八节就讲到用水洗澡 这是在生殖器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卫生 好 那么这边也讲到一个旧约当中 一个非常多的一个教导 就是在旌旗的期间 MC的期间 那么第24节 立位记十五章24节 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 染了他的污秽 就要七天不洁净 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 这意味着什么 这其实是为了卫生 懂我是吧 是为了卫生 大家就了解到 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当然啦 新约你是绝对看不到的啦 对不对 旧约就有非常实际的 生活的教导 夫妻的生活也教导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都是要做神的工作的 你不要认为这个部分 今天教会不要教 当然公开讲台你不必讲 可是在教会 你要开什么样的课程 生理卫生课程 这个女传道跟姊妹讲 男的同工跟男的去教 懂我是吧 分开教在中国 还是要教的 如果是在你们教会当中 有那些护士啊 医生啊 配着来 一起来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上帝要我们 每一个神的儿女 身体健康嘛 是不是 夫妻的生活 神也祝福嘛 可是你要注意这个卫生 我也觉得因为我在上海就 就碰到三个子龙子 对 可能不知道 我觉得在言谈里面 他们似乎不知道 他们不懂的 因为没有这种卫生观念 对 是这样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严重 很严重 所以顺便讲讲 犹太人他为什么 其实他们在这方面 你看他十二岁成为律法之子 他们十二岁就在教这些圣经 教这些神的教导 十二岁 OK 那我们呢 我们是最后才来独立卫记 那是已经是大概 所有六十五卷都读差不多了 最起码六十卷读差不多了 犹太女人的功是最好的 真的 生的很多嘛 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功来 对 你知道为什么 很好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 割礼 割礼使得非常 男人的这个生理器官会干净 割礼其实是 当然有属灵的含义 从卫生的条例来讲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犹太人你看 上帝给他们很多祝福的 所以我常常跟一些的弟兄 他们年轻要去结婚了 我说你如果没有去割礼的话 你找医生去割礼 我叫他们去割礼 我说他们说 何必挨那一刀呢 我说不是的 我说牧师告诉你 这是对你家庭的祝福 对不对 虽然今天我们不一定要行割礼了 是不是 但是那个从卫生的角度看 所以这个犹太人 他有一些的病确实是比较少 你不得不去赞叹上帝的祝福 这也是真的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 特别在中国的教会 内地的教会 我们不要只是讲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也要在这个生活方面去成圣 对不对 生活的成圣包括各方面的 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不要认为不重要 我刚刚跟大家讲了 上帝连上厕所都管 看生命记23章 顺便让你们看一看 来看一看 来 我们看生命记23章 我们请历晚带我们读 生命记23章 请看12节到14节 历晚带我们读 生命记23章 12节到14节 你在鱼外宇该定出一个地方 作为叶索 第三节 在你器械之中 当预备一把 鱼出外宇 鱼外便利以后 用遗产土 转身冤带 第14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常在你居中行走 要救护你 将从仪交给你 所以你的仪 当圣洁 免得他见你 那里有污秽 就你才 看到没有 两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 浩浩荡荡荡 走旷野 如果大家都随地 就地解决 我看那个台月柜的祭司 那要蛇行而走 遍地都是地雷了 一个是自己把自己找 找麻烦 第二个是不卫生 对不对 传染性疾病 遭蚊虫 苍蝇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些经文我跟你讲 今天教会从来不讲 对啊 这么好的方导 我们在农村 对啊 那就是对嘛 因为我去农村都讲嘛 我们要用来浇灌 他们游着来浇灌 没错 我上次去家 他们那些农村的同工 还说 牧师 这是好东西耶 我说我也知道啊 我们农夫很需要耶 我说我也知道啊 但是没有人让你用这么粗俗的方式吧 你是不是可以弄得更好 对不对 你还是可以弄得很舒服嘛 我告诉你啊 你有没有安徽人啊 你有没有安徽人啊 那我就只讲了啊 安徽人 我去安徽淮北 过了长江的淮北 我告诉你 农村 我跟你讲 多可怕啊 一个桶子啊 大概三分之一 什么埋在土底下 三分之二在上面 这么高 一个这么大的桶 那是粪桶 你们就知道了 在农村里头 所有的人生的精华都在里头 不好意思啊 上面放两个板子 这么高哦 我跟你讲 那个板子不是固定 是可以拿下来的啊 所以啊 大家想想看 你要怎么上去 我跟你讲 没有少林功夫 你还跳不上去 上去要下来 功夫更大 各位要宣教吧 要宣教吧 要宣教 你们地方已经不错了 我知道 对谁啊 四川有的也在里头 是啊 四川 四川小黑文 黑猫很厉害的 我去十几个省 你看 要谈谈不完 各地精华 全世界最漂亮的国家也去了 上帝也带我到 最接近人类大自然的地方 我也去了 我研究那个 我研究好久 我在研究什么 左脚先上还是右脚先上 对不起就是没有 对不起就是没有 没有去啊 当然没办法去 很好 对 那我就告诉你们 到香港请我吃电筋就好了 我有我的办法 忍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到了晚上大家都睡觉了 白天就观察地形 举目所望 要看到龙田的当中 哪一块是不错的 你需要注意 特别你们到东北 东北就是这样 所以到了晚上 没有什么人 因为农村很黑 你就知道你要怎么走 就到野外去 带一个手电筒 带一个小竹竿 懂我是吧 最好你就带一个雨伞 带一个雨伞伸缩的 就从美国带去 时候到了拉起来 因为晚上走路 怕有什么蛇啊什么 你需要观察地形 直接 也不必它挑了 直接你挑去了 有办法的 你需要知道怎么去处理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宣教 实际的宣教学 这个我一定都教的 是这样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很多的地方去宣教 生活的挑战 其实是比上课还可怕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我从中国出来洗衣服 香港的同工 我们在香港有牧师 他们都不进农村的 他们只是去在那边开会打电话 去是我们这种人去 衣服一堆 回到香港 去洗衣房去洗 他说中国不能洗 一定要带到香港洗 我就在笑了 你就是没经过农村 才讲这种话 你进了农村你就知道了 你这个白衣服洗一次就不必穿了 因为那个水洗上去是黑的 所以我们的衣服就是 全部最后带出来 香港洗 这就是有工作没工作 经验就是差在这里 懂了是吧 所以我们同工要去这些地区回来 一定都给他休息的 好 你不要去太苛刻这些事情了 因为你自己不去你不知道 你以为每个地方都像香港 像美国这么好 没有这样你想象的 这样子的 很多的地区还是这样 当然现在慢慢进步了 中国其实也很进步了 很多农村也改善了 我讲的是90年代的事 今天当然 今天去的童工都舒服得不得了 在我们的交道之下 OK 那也不必跳上去 是坐上去的 抽水马桶也装了 都装的 我甚至把那些童工带到旅馆 因为当时要坐厕所 我说要坐在房间里 因为中国的厕所是在外面 他说厕所怎么装在房间里 睡房里 那不臭死了 我就笑一笑 我说没关系 弟兄 我要坐飞机 你要上我到飞机场 我要过夜 你跟我来 我就要到旅馆去看 哦 他看懂了 你跟他描写 讲不懂的 我说这个叫抽水马桶 你们镇上就有 哦 是啊 我看到 从来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 他不知道 真的 农村人他不知道 不要怪他 因为他们的习惯不是这样 他说你看 这里有没有味道 他说没有 非常好 我说你自己用也很舒服 他说对 这个好 他慢慢就改变了 再加上圣经的教导 实际的带他去 他说怎么做 我说这个也简单 我画个图给你 那其实农村更简单 后面做一个画分词嘛 对不对 那个大一点嘛 前面就是抽水 马上水就一冲就冲到画分词嘛 你要多少嘛 你就宝盖打开 随便你捞嘛 是不是 不必一个桶子漏在外面嘛 是不是 所以教 他们也听 他们真的很 也是很愿意顺服的 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做 你不要怪他 是因为我们没有教 你教了他就懂 他就 然后把这个圣经经文搬出来 哦 他明白了 我说难怪你们生病这么多 对不对 我们信耶稣了 不要天天祷告都是主啊 求你依我这个 依我那个 我说 这个也是不太好 我们是不是更积极一点 是不是 身体健康一点 他们都听的 不是不听 所以我跟大家讲 福音进到中国的农村 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在这一方面 但这很可惜 这一方面的教导又特别少 以至于我们还是填留在 我跟耶稣的关系 却没有把这个道下放到我们的生活的里头 这就是个大问题 所以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了 好 我们看立位纪十八十九章 我们来看 立位纪十八十九章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称作是Holy Code圣洁法典 那么我们说在立位纪十八章的当中 特别讲到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神就教导他 迦南地跟埃及人的败坏风俗 不可以去学习的 要叫他们去遵行上帝的律法 迦南人 埃及人到底犯了什么罪 请看到立位纪十八章第六节 跟二十节 六节二十节 你们不可都漏骨肉之轻的下体 亲近他们 漏骨肉之轻的下体 亲近他们 亲近是不正常的性关系 是淫乱的罪 所以从第六节一直到二十节 就是淫乱罪 这个淫乱罪是非常的普遍的 第二十一节 不可使你的儿女精火归于魔落 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 那么这个是指着把小孩子杀死献给假神 这是金火 不是普普通通好像奉献的一个仪式 乃是把孩子杀死献给假神 这里红铜勉 这个天道书楼的立位记 值得大家去买来看 红铜勉牧师非常的专业的 他的希伯来文有很多的解经 我也是在看 非常的好 中文的书楼都有的 我觉得这一套红铜勉的立位记 非常的好 值得大家去买一本放在家里头 他特别对这个金火 这个希伯来文有一个解释 其中这个金火 他说这个希伯来文 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男人的金义 金子金义 这个字 所以有人就说 将儿女金火归摩罗的意思是说 把女儿献给了假神 在庙的里头偶像庙做妓女 这个叫庙妓 他们当然称作是圣妓 对不对 对他们来讲 但是我们说是庙里的妓女 这个庙里的妓女 在摩西五经当中有没有出现 答案是有的 请翻到明书记 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25章 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 明书记25章 我们请林明德传道 带我们读明书记25章 第一节跟第三节 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可以了 好 谢谢 你注意看这个女子 她不是普通的那种的妓女 你注意 这个女子跟以色列百姓 行了淫乱 第二节是叫百姓 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庙里的妙祭 所以在外邦的宗教仪式当中 最高峰 他们就会有妓女 跟这些献祭的人产生这个淫乱的事 非常普遍的 为什么 这个是属于旧约背景当中的 因为在上古的时代 死亡率很高 因为有疾病 所以他们非常崇拜所谓的生殖的能力 繁殖 像巴黎这些 这些都是有些都是繁殖 掌管繁殖的 所以他们想要在拜偶像的最高峰的当中 去彰显这个繁殖的能力 那么就借着妙祭跟献祭的人 淫乱 来产生这个所谓的繁殖的能力 用这个来象征神的大能 所以这个在旧约背景当中 所谓的多元宗教的里头 这是一个常常有的事情 所以在上帝为什么要叫以色列人 把迦南帝的这些的偶像全部除掉 迦南七个族为什么要杀灭 其实原因就是在这里 翻回立位纪十八章 二十二节 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 这是同性恋 二十三节 不可与兽银河玷污自己 这是兽性恋 所以从立位纪十八章 第六节一路到第二十三节 是介绍了 当时的迦南帝跟埃及帝 不同的淫乱的罪 有拜偶像的 有献孩子为妓女的 有同性恋的 有受性恋的 好了 那么我们就说了 迦南帝的罪这么多 大家想想看 生命记的里面讲 迦南帝是流奶与蜜之地 亚伯拉罕的时代 请问你迦南帝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 创世纪里面讲的迦南帝是什么地啊 是饥荒地啊 常常有饥荒啊 对不对 到了雅各不是有七个大荒年吗 大家都没问题吧 可是生命记为什么说是流奶与蜜之地啊 为什么亚伯拉罕进迦南 立刻埃及就有饥荒下埃及啊 原因在哪里 其实我告诉你 整个原因在立位纪十八章 后面我们来读一读 你就知道了 从二十四节一同看到二十五节啊 我们请呈四分 带我们读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立位纪十八章 好 地怎么样把人吐出去 想想看 如果没有东西给你吃饥荒 你会不会逃离这个地方 会的 这就是产生饥荒的最主要的原因 翻回创世纪十五章 来看一节的经文 创世纪十五章 这一章经文你就会发现非常重要 查经通常都很快过去的 但是如果要讲摩西五经 这一章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好 我们请李传道带我们读 创世纪十五章第十六节 好 为什么要等到第四代 才回到迦南地 原因在亚摩利人的最满了 以色列人才能够回到这里 那就是约书亚的时代 约书亚到了迦南地 应许之地 上帝叫他除灭七族的人 以亚摩利人作为一个代表 这七族的名称 记录在生命纪七章第一节 生命纪七章第一节 汪世红今天没有来 上语带我们读 生命纪七章第一节 今天没有来可惜 生命纪七章第一节 跟第二节 请读 这整段的经文大家看就已经明白了 原来是迦南七个族 其中以亚摩利人作为代表 神给他们四百年的机会悔改 在亚摩拉罕的时代 所以等到约书亚的时代 进到迦南地 要把七族全部除灭 这就是你读约书亚记的background了 懂我是吧 所以大家对约书亚进到迦南地 除灭七个族 很多人认为 约书亚很残忍 上帝很残忍 不是神残忍 神给上古的时代 七个迦南民族 从亚摩拉罕的时代就讲了 因为亚摩拉罕时代 以撒 雅各 迦南地不是有饥荒吗 对不对 到了雅各七个大荒年 更厉害 饥荒的背后 就是代表 人的犯罪 神的管教 饥荒本身就是代表 神的一个管教了 因为人犯罪 上帝不祝福这个土地 土地也不给人类来效力了 所以人就没东西吃了 了解我的意思了 好 我们讲到迦南 当然跟这个应该是有点关系 所以上古的时候 我们会说 先有地名还是先有人名 对了 基本先有人 对不对 住在这里 迦南住在那里 就叫做迦南地了 没有错 但是这个地后来神 分别出来 给了亚伯拉罕 跟他的后裔了 懂我是吧 是这样 好 那么我们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看一下生命纪 顺便讲一下 因为生命纪 我们不会讲了 生命纪 等到你们这个部分搞清楚 生命纪就自己看了 大概对你们来讲 就问题不大 我们都以为 约书亚进到迦南地 是把很多的城池都焚烧 在第六章第十节 我们大家一同看 生命纪六章第十节 耶和华你的神 离你近 他向你列主 亚伯拉罕 伊萨雅各 启示应许给你的地 那里有成衣 又大又美 非你所建造的 有房屋 装满各样的美物 非你所装满的 有凿成的水井 非你所凿成的 还有葡萄园 橄榄园 非你所栽种的 你吃了 而且饱足 好 从这些的经文来看 耶稣亚进到迦南地 是不是把所有的东西 都毁灭掉了 没有啊 不要误会啊 真正毁了只有三个城 耶利哥 北方的下所 还有一个是艾成 真正毁灭了 只有三个城池 其他的都怎么样 留下来了 不要误会约书雅记 所以很多的基础 都是在摩西五经的里头 摩西五经弄不好 后面也是很难读 真是坦白讲 好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从历位记十八章 十九章 我们称作是圣洁法典 这时候来看 这个 看这边了 这个就很快了 经文我们都有 我很快的解释 就差不多了 那么因为圣洁 有包括宗教 敬拜生活的圣洁 跟社会道德的圣洁 分成两大部分 不要拜偶像献人记 因为我们只有拜独一的真神 新约的里面 就讲不可以拜偶像 并且参加偶像祭拜的仪式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的 不可以用法术 不可以观照 那我新约以佛首书四章十四节说 我们要除去欺骗的一切的法术 头的周围 跟胡须不要踢 立位记十九章二十七节 这是一个异教祭司的装扮 所以你今天 不要装扮的跟异教的祭司是一样的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 新约你看不到这个经文 新约看不到 但是你读了旧约 在这个律法的教导的当中 他对于圣徒有一定的格式 对不对 他不能够超越的 所以我们今天 做上帝仆人的 我们也有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规范 懂我是吧 基本的规范 不要讲得太严肃 不过每天都要西装笔挺 那也大可不必了 但是你基本的规范一定要有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个没有人太教的 你平常穿便服没关系 OK 但是你今天在礼拜五晚上聚会 礼拜六有教会的聚会跟礼拜天 我们做牧师的 还是要稍微正式一点 我告诉你 你不要认为不重要 我跟你们讲 我都看过牧师领圣餐 穿个牛仔裤 穿个T恤 这样领圣餐的 在北美 我跟你讲 我是很想问他 你是哪个升学院毕业的 难道你们的老师都不教吗 因为后现代化 Fine OK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的信徒不是每个都是 后现代化的人 对不对 你还有很多是年长的 你看看那些外面的 那些professional 是不是那些现在都退休了 他到教会还穿着西装beating 是不是他来敬拜耶稣 我们做传道人的 也不能够说随便到了一个尺度的外头 那现在就问问很重要了 教会的敬拜团 可不可以穿热裤 加露肚脐 你后面这个是谁 碗粒啊 粒碗对不对 粒碗就是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 亚洲有没有这种事情 有对 我为什么我会问 我们临传道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对不要再讲了 你也挺聪明的 但是那是教会的敬拜团 空调开得很冷的 不是大热天 人家说你这样讲是不是 因为你大概从福音派的角度看 我说你错了 我不是从福音派的角度看 跟那个都没关系 你要敬拜的热烈一点 我也没问题的 但是隐心天你的装扮 你不能够像美国的football的 那个啦啦队的girl一样 是穿热裤的 中间露出来的 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教会 超大的教会 万人的教会 各位 你们很多地方不知道 这种的教会力量很强大 因为它奉献很多 它影响会很大 没人敢讲 财大气粗 所以我们做牧师的可不可以 我讲弟兄 可不可以去染头发 我现在就讲这个 染黑可以 染成红尘黄绿蓝电子就麻烦 照片在周报的第一看 一万人的教会 反无所谓 这看这是我们的敬拜团 如果你今天读了旧约 上帝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是有一个尺度的 其实你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像又太传统穿个大礼服 那也不必嘛 对不对 知道你是规规矩矩就好了 没什么问题的 我有一年到东南亚 一个传统的教会去讲道 因为很热 但是教会有空调 现在设备都很好 还冷得半死 那个私情的姊妹穿个短裤 然后又穿个吊带的 我刚好就讲这些 讲完以后很多姐妹碰到我都 都跑掉了 21世纪很多东西不教是不行的 我不是责备他们 而是说你今天是服侍的 而且他在台前 铁底下坐的300人 每一个人都会看到你的大脚 看到你的大腿 看到你的吊带 OK 还是 那心中佛可不可以跟上那里行呢 对啊 现在要做林志玲 其实我告诉你 我们说爱美是人的天性 上帝给的 因为神是真善美 适度的化妆都没有问题 懂我 是吧 女孩子 美 男人就是算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讲 我们做牧师的 也不要到教会 胡子也不踢 乱哄哄的 对不对 不要属灵 这叫受苦派嘛 最好是眼睛眼死还在 因为整夜祷告 是不是 嘴巴带着大蒜味 这都不可以的 是不是 因为在这个一个道德的规范里头 人家会很难接受你 是不是 是这样 所以你有一个规范 上帝给我的眼皮 是单的就单的 双的就双的 你不一定要花那些钱 所以我以前讲开玩笑的话 但是也可以大家去思考 耶稣来的时候 一定从天上掉下很多东西 因为那个都不是属他的 比如说拢鼻 很多地方可以拢 那不都掉出来了 是不是 我开玩笑了 我讲的没错吧 我们基督都何必把那个心思意念 摆在这个地步 你也没有必要嘛 我们只要端庄生命好 是不是 衣服得体就好了嘛 我想这是比较 我们讲说在一个范围的里头 是这样子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了 对了 对了 对 我们理传讲很对 我第一次去瑞士 哦 礼拜五晚上 讲课讲完 他们好高兴 就派了一个代表来找我 那时候弟兄我还稍微年轻一点 四十多岁 就看我头发 他说牧师你头发好漂亮 我一天一直在笑 我说是啊 我说这是一烫永烫天赋牌 哦 他说你自然的 我说是 所以我到中国农村去教 教到手 我说我自然的 我不是烫的 我不是烫的 我自然的 我会告诉他们 他们就不会在底下滴滴咕咕咕 滴滴咕咕咕嘛 你跟我说吧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 你需要讲 以后碰到我就说 他是上帝特别爱他 给他自然 那姐妹听了 每个都在笑 就说给你太可惜了 给我们就太好了 我们就省钱了 我说对啊 上帝就没给你就给我 我本来不应该卷的 结果变成我是大波浪嘛 但是我没有留长发 我还不是剪的短短的 对不对 所以我到很多地区我要讲的 所以你们那个头发长了 稍微给他剪一剪 我不骗你的 你不要认为不重要 很多我们觉得不重要 鼻子毛肠也呱一呱 剪一剪 到主日 我跟你讲 我到很多地区我都讲的 我到很多地区 因为他们好像不在乎 你知道吧 我说不要不在乎 所以为什么今天在中国国内 很多的信徒跟我的反应是 你看社会 大家都已经开始进步了 传道人不进步 因为传道人这方面 好像跟社会脱节嘛 对不对 就糟糕了嘛 那你今天如果到香港教会 到美国教会 这些地区 新加坡 我一定都是穿西装的 没问题的 对不对 那你到偏远地区就不必 对不对 干干净净就好了 就是这样 有个原则 原则抓住就可以 人家这些农村地区 没有人穿西装 你就规规矩 这样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他们就能接受你了 你也不必穿到最高级的西装 他们也觉得你跟他有点格格不入 所以就是你自己去调整 但是你总不能开什么飞机场头 画个美国国旗在后头 这就不可以了 好 那么这些你们都知道 不可为因为伤势 化身赤纹 这是当时中东的一种的风俗 因为假如一个家里有伤势了 他们非常的悲哀 为了表达哀伤 就会用刀子啊 什么在身上打来打去 这个就是为流血 表示哀伤 为了家里的死人 有这个伤势 所以我们不要去从事这个 异教的风俗 这个习俗是不可以的 那么我们在中国国内去教导 特别在农村 很多的都是非常的传统 有一次有一些小姊妹 二十八十九岁 我刚到中国大陆服侍 有一群小姊妹来上课 她就问我说 她说牧师 我们现在在教会有服侍 那么我们现在也过年 也不给老大爷磕头了 那老大爷就是爸爸妈妈 爸爸爷爷 不磕头了 那我们家的长辈们就觉得 我们信耶稣好像不尊敬长辈 不孝顺 那说怎么办 很挑战吧 孝敬父母本来就是圣经的教导 但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习俗 这两个腿一定要跪下去 给老大爷请安磕三个响头 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这样 对不对 但是孝敬父母一定要的 你怎么办 想一想 OK 那所以过年可以刻三个响头了 但是我们那边的公主 不是这样子吗 没关系 我讲的华北他们是这样的 OK 其实我告诉他们 我说其实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这些英国的大臣建英国女皇的时候 我想一开始都不是这样的 特别是受勋的时候 你看看他们怎么做 香港人最懂了 他是单脚下 对不对 这样 这是对你的一个owner 一个尊重 我说你可以这样子 这是个礼节 对不对 你不需要双脚 懂我是吧 你要教他 也让老大爷知道说 我们是孝敬你的 很多东西可以application的 是这样 这是要学习的 所以大家思考思考 好 那么我们就从这里面 就看见这是圣洁的宗教敬拜生活 这些都很简单 你们要个人晓得怎么样 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从社会道德生活的当中 我们来看 不可以淫乱同性恋受性恋 刚刚讲过了 所以新约告诉我们 成为圣洁远避隐行 这用一个spiritual principle 就讲过去了 孝敬父母尊重长者 这是第一条代诫命的应许 恩代穷人奉献所需 相爱在行为和诚实里头 对不对 我们要相爱 是在一个好行为的当中表达出来 很实际的 非常实际的 你看新约旧约 都是怎么样 有对称的关系的 好 那么尊重残障保障故宫 爱是不加害女人的 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 你爱他就不要害他 他今天是一个瞎子 不要故意弄一个势头在前头 让他绊倒 他是个龙子 你就故意骂他 耻笑他 他听不见 那不可以这样子的 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老板 事后到了就应该给人家工资 对不对 不要抠欠工资 我到温州去我特别跟他们讲 你们都是大老板 很爱主 请注意 爱不爱主不是你嘴巴讲的 不要对教会的事情那么热心 对你家里的事业 对你的工人这么苛刻 这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因为基督徒是一种生活的实际 是一种实际生活 不要只是礼拜天来教会的基督徒 礼拜一就猪羊变色了 对不对 对那些劳工 对那些外省打工的 这么的去挟制他们 所以温州有些大老板真的不错 他们在工作的当中 其中有一个天早一天的早上 一个半小时 选工厂的人集合 唱诗 有人去讲道 有的 我认识一个传道人 我说你的工厂在哪里 他说在我家的工厂里 因为他 他的太太的这个家族 是开大工厂的 我们他 我说那你们怎么做 他说很简单 之后到了 场外都有警卫 大门一关 全场的人集合 我就去讲道 给他们讲耶稣 很好啊 是不是 就是这样 也不错嘛 上帝给他这个环境 好 那么 经商的原则公平公道 所以我们不要去贪婪 要制使肉体的恶欲 这是各路西书三章五到九节所说的 你们要归我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 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别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圣洁的国民 这个部分就非常的简单了 最后我们来看祭司的部分 立威基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 我们来看 祭司因为是服事神的 所以这个祭司需要有特别的圣洁的条款 在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的当中 那么这个祭司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些比较有趣的 你看十六节 旧约的祭司 哇 真是选美男子 我们来读一读 这个二十一章十六节 来我们请 余弟兄带我们读 十六节到二十节 哇 上帝在旧约对亚伦的后裔 祭司 身体的条件 真的比台湾当兵还严格 台湾当兵至少他彼此还是要去当兵的 好 大家想想看 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个规条呢 你们来想想看 姊妹们对这个美比较敏感 你们想想看 上帝要为什么用这个 这些的 有这些问题的不准当才办事 财力有没有什么想法 当然掌戒的这时候是会传染的 这个是我们了解的 但是有一些 你会觉得很奇怪的 但是你刚读这个规条 你们觉得上帝对祭司 的条件的严苛 有没有觉得太严了 太严了吧 那 身体 其实他在讲就是身体健康 四肢健全 其实 规律的生活 有的是天生的 没办法的 跟规律没关系的 对 你比如说矮错的 矮的 因为金灯台嘛 在圣所当中 要去 对嘛 你够不到嘛 你又不可能搬个梯子进去 对不对 你要去捡那个灯竹嘛 是不是 你那么矮的话 你够不到 也不能这样跳嘛 那灯台不就被你打倒了吗 所以他有原因的 其实这些的规条 是保障那些身体 不适的人 他们可以免于 这个圣所的服事 了解我意思吧 那你如果 圣不好 圣不好 有什么关系啊 想想看 哎呀 这实在太有想象力了 也是很对啊 气血不足 其实有一个很大原因 其实就是 你们想想看 大家想想看 祭司在圣所当中 其实最出众的 而且最常常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战力 战力当然是肯定的 但是还有什么 旧约祭司没有讲那么多道的 是要粗壮的 因为人家献祭的时候 他要怎么样 把那个肉啊 他要拿三尺铜叉 把牛的肉 羊的肉 放到铜祭坛 哇 那个牛的肉 一只牛 各位 想清楚啊 一只牛 你要去 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跑到铜祭坛 把它放上来烧 咚咚再去 这是祭司的工作 体力活 您讲对了 所以如果肾不好 行不行 当然会出问题 眼睛 这个眼睛怎么样 看不清楚 眼睛有毛病的 也不可以 为什么 对啊 老妈进尸都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李心莲 弟兄 think about 为什么 why 你眼睛很好 看错了 对啊 很好啊 因为 是圣索 圣索 sorry 不是自圣索 圣索里面 有没有窗户 没有 圣索里面 只有金灯 才发光 所以它不是 shine很亮的 懂我是吧 你要去 每一个安息日 你要换 橙色笔 如果你眼睛 老眼昏花 细利呼噜 全倒 还有金香坛 对啊 当然 一看 没看懂 很好啊 你就了解了 所以上帝 设立这个规桥 对祭司 有这些毛病 请问你是 轻视他们 还是保护他们 答对了 对啊 他们不可以进到 曼子 不可以进到 坛钱 对不对 你是问这个问题啊 对啊 亵渎是不是 亵渎我的圣索嘛 对啊 因为你去服事的时候 如果你把金灯台踢倒了 把橙色桌踢倒了 你不是 然后你不是 亵渎了上帝的圣物了吗 懂我意思吧 他们不是 准心要这样做 I know 但是你 但是所以上帝要保护他们 所以你有这个 这些困难 你就不必当差了 You are free But 还有一个经文没讲 不做工的有饭吃 这个比较重要 我告诉你 今天教会都还学不到 这个经文 我先把这个讲完 再请李传言问 你看二十二节 请大家一同读 上帝的食物 无论是圣的 制圣的 他怎么样 可不可以吃 可以耶 他今天不够资格去服事 但是他能不能吃 以色列的奉献的祭物 可不可以 可以 神养不养他们 养 这是不是恩典 恩典 恩典中的恩典 对不对 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做神的功 上帝就丢弃不用了 其实神是保护 这一群身体残缺的人 懂我 是吧 有这一类的 他觉得你不需要去 因为可能 你做这个侍奉 你会出问题 他是保护你 那个 你传到什么问题 他鼻子这边是讲五官不正 应该是讲五官不太正 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解释 坦白讲 他鼻子 通常是讲五官不正 肢体有余 就是十只手指都多了一个 十一只 你折手折脚都很清楚 对不对 他根本不可能行走不良 做工不行的 他鼻子通常讲的是五官不正 五官不正 当然 你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 不过你先把这个原因讲出来 OK 人家会比较feel comfortable 不要一说 因为既是代表神的形象 所以这些人不够格 啪一拉就过去了 那你就对 你就打倒一大片了 不是的 从一个实际的祭司做工的角度看 他身体既然有这些困难 上帝赦免他 懂了是吧 Let go Free You are free 就是这个意思 好不好 非常好 你不做工还有饭吃 今天在教会你不服事 教会会不会给你供应 不会吗 所以旧约比新约好 真的 我告诉你 你好好去悬就旧约 上帝的恩赐 到处可见 对不对 到处可见 所以从这个立位纪21 22 就是特别 讲到这个祭司的条例 当然这边都有一些的表达 身体残疾要停止事奉 那么在属灵的里头 身体健康 也可以表达是灵性没有瑕疵 也有这种属灵的含义 但是我们要先把 这个祭司在圣所去处理 祭物的实际的一种状况 先要解释清楚 懂了是吧 你在这个基础解释清楚以后 你再来讲另外一个属灵的含义 会好一点 好不好 不要一上来就讲属灵的含义 因为神是完全的 神是圣洁的 这些人都是上帝不要的 因为他们缺这个缺那个缺这个 所以神不要 你这样讲的 神好像没有恩典 那我问大家最后 这个规条最后谁来用 想想看 这个规条最后谁来用 用在谁的身上 渔船道你一定想得清楚 这个规条用到谁的身上 耶稣说我不是来成全律法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所有律法的规条 耶稣的身上必须满足这些规条的条件 人做不到 可以不必做神的功 神功应 但是神的儿子耶稣 肯定不能是踏鼻子的 肯定不能是多一只手指头的 他肯定不可以的 因为如果他是这样 他来宣告 他是那个米赛亚的话 我跟你讲 犹太人可以用律法规条 说You are not 了解我也是 所以律法规条 非然非常的多如牛毛 但是最后是用在谁的身上 耶稣的身上 你就明白了 所以我跟你讲 耶稣肯定是一个美男子 这是跑不掉的 他绝对不会是 这个折手折脚的 绝对不可能的 眼睛一定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去理解 这些律法的时候 因为律法是后世的一个影儿 对不对 律法的总结是指的基督 罗马书讲的 所以我们从这些的角度去看 整个的立位纪 讲到律法的这个部分 不论是敬拜条例 不论是有关祭司的条例 其实最终还是要 咬指的那位要来的米赛亚 我们从这些的经文 我们说他来成全律法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 他来成全律法 就不是那么 让我们很简单去想的 对不对 他有非常多 这些的规条 每一样他都要遵守 每一样他也都符合这个规定 所以讲到现在 真的很感恩 这是上帝的恩赐 我们一同来懂 我们就会来成全律法 那么多了 这条例子 我们就会去看 我们就会去看